第1382章 中篇乘风破浪的祖师们 弟子宫驻祖师开疆拓土 早日踏上真王路 万劫不朽 新世界 人为改造的神话星球语句路上 大量的修士一眼望不到尽头 一起送祖师远征 迷雾深处 王轩背负双手 立于船头 眺望无尽漆黑的深空尽头 在他的后方 小船尾端 拴着一条已起源古铜链制的锁链 绷得很紧 连向后方的一艘迷你型太空船 它身为动力源头 牵引着朱祖的飞行法器 一路远去 这种速度超越常理 不是 我说小王你这是故意的吧 我们怎么觉得 你在放风筝 缩小到半米长的飞船中 传来朱祖的声音 起源古铜链子确实有些像是风筝的线 连着超级违禁船体 将它放飞起来 一路狂飙而去 我就不信 我们还登不上你那艘小舟 最不记得话 你炼化我们的宇宙战舰 还带不上去 朱祖严重怀疑 这小子的恶趣味作祟 故意放风筝 祖师们 目前我倒很有限 炼化的物品确实能带上来 但是 你们跟上来的话 顾目着都会处在半浑恶状态 想和你们交流 都得将你们放在传言上 或挂在外面 王轩如实告知 朱祖亚然 迷雾中的小舟俨然成为一片神秘境虚 其实 我们自己别多想就是了 当他在拉车 这格调不就立刻上去了吗 麻淡定地说道 王轩一听 顿时不愿当苦力了 想直接去找红秀聊天 他留下一缕神是驾驭小舟前行 真身进入后面的太空船中 秀儿师姐 有啥你对我说 手机奇物一把将他薅了过去 果然 身为老父亲 全身都是弱点 很快 太空船中的气氛重新热烈起来 一想到能提升道行 老年天团全员就热血了 精神旺盛 就连五六级和大王私下交流后都表示福气 感觉老怪物们比他们这种轻壮更有斗志 一群乘风破浪的祖师们 活出了第二世 密仓中 王泽胜和江云复苏 没有办法 一群老怪物战歌都畅响了 过于激情澎湃 也不排除有巨兽时代的祖师在长豪与兽吼过头了 老王出关 双目炯炯有神 周身血气涌动 似能瞬间覆盖一整个宏大的超凡中心 脚下踏着大道的有形痕迹 当日 老王背负双手 浓密黑发披散 俯瞰浩瀚的历史时空 一副不知道什么叫对手的姿态 嗯 他走出来后 一眼看到最小的子嗣 实在是深感意外 爸 王轩冲了过来 非常激动 然后 又看向井随其后出关的江云 顿时眼睛都酸涩了 这可真是相隔数以亿载未相见 尽管彼此大多数时间都将在沉眠中 妈 他快速赢了上去 孩子 江云非常高兴 老王则是很矜持 看着王轩 道 成为新盛了 嗯 王轩点头 然后 王则胜也略为出现心绪波澜 双手放在其肩头上 用力摇了摇 有欣慰 有激动 而后又出现危险的神色 他忍不住想叫御下 因为 当年他可是和这小子切磋过 以惨败结束 现在则不同了 九灭重生经被他练到大圆满 勇集时代 很漫长的岁月他都没睡觉 能称之为大能了 来 和我过两招 他拉着王轩 就想直接识多 这小子当年居然敢摸自己老子的脖子 虽然及时收手 但是 败给老麻 还是让心有无敌志的老王面子挂不住 你在干什么 刚见面就闲不住是吧 江云掐了他一把 然后 满脸喜悦之沙拉住王轩 然而 王轩现在则是 于低调内敛中 很是期待 看着他父亲 竟痛快地点头答应了 想陪老王过招 你这孩子什么眼神 老王一争 总感觉和当年的情形相仿 似曾相识的记忆归来 可 大王赶紧咳嗽 第一时间提醒他父亲 别动手了 一家人刚见面 何气为好 他也是迫不得已 真要不出声的话 一会儿老王败了 肯定要找他问责 看着老子掉进坑中 居然不提醒 诸族眼神异样 看向王玉胜 有些不满 没事乱灿和什么 我真是太难了 大王心道 嗯 王泽胜是什么人 神感超长 敏锐帝过头了 第一时间发现气氛不对劲 而果断收手 而且 他迅速和长子蜜语 煞时间了解到全部真相 老王一阵出神 但心中却根本没法平静 一个勇急时代过后 老妈徒飞猛进 超过诸族了 幸亏 他没有争个下场 此时有种想擦冷汗的冲动 草率了 还好 没有急于拉着他动手 王泽胜心头涌现波澜 而后 神色不善地盯着王轩 这小子当才可是很积极啊 跃跃欲试 这是什么毛病 真想和他老子动手 他没有反省自身 其实是他主动要求的 原本是他想教育老妈 随后 他又笑了 不管怎样说 这是自己的亲儿子 成就越大 他脸上光彩越盛 他如沐春风 看向诸祖 永吉时代他可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为什么长年闭关 还不是自己儿子惹的祸 他避免被一群老怪物们惦记 现在 他不仅自己突破了 老妈更是逆天的不像话 江云看着王轩 有太多的话语想问 将他拉到一旁 顿时交流起来 王泽胜起初还在跟着很欣慰 化成了慈父 但很快就又看向诸祖 并走了过去 妈前辈 您没事吧 那小子属实无礼 回头我就去教训他 吴前辈 真是对不住 神主 寿皇 各位老前辈 王轩这孩子不懂事 我向你们赔礼 老王走过去 挨个道歉 礼数十足 但是 这实在让一群老怪物腻歪 心说 你故意的吧 本来这事都翻篇了 结果他又来得色 热血老年天团的成员 顿时都明白了 王轩那欠收拾的样子究竟像谁 遗传自王泽胜 真想将眼前这家伙打一顿 王泽胜倒是没对红袖道歉 圣和颜悦色 道 秀儿 你们年轻人多交流下 你是不是想管我叫麻兄啊 麻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前辈 咱各论各的 王泽胜面对这种老怪物 虽然有些犯处 但性格使然 依旧很忙 老王转了一圈 让大王发毛 因为 最终的英国可能会落在他头上 毕竟 老王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年岁也不算小了 老怪物门针不好直接捶他 过了片刻 气氛才算正常 王轩在和自己的母亲对话时 赶紧询问母宇宙的坐标 道士记得 江云点头 昔日 养生炉 玉道奇等 虽然也都很强 但是 根本不知道怎么标记母宇宙在诸天中的位置 王泽胜和江云上路后 超脱在深空中俯视时 以远方发光的宏大超凡源头为参照物 算是捕捉出相对粗糙的坐标 不过 一纪元过去了 经历了数以亿载 所有宇宙都在急速扩张 移动 坐标可能无效了 江云说到 王轩皱眉 赶紧又问古老板 他也曾在那里待过很久 古今提供的坐标更为精确 但他同样表示 如今多半失效了 兼且 上一季超凡更迭时 一号源头被恐怖的脚步声追赶 彻底改变轨迹 逃了很多年 不知道偏离向何方了 再加上永极时代的混乱变化 想找到那块旧地 过于艰难 你别担心 我们仔细研究过了 母宇宙的混沌洞很特殊 就像是少数人的肉身和精神连着蜜粒池 无惧超凡熄灭 而宇宙自身也可能存在这种蜜粒池 混沌洞九成便是 江云安慰老麻 说混沌洞里面的人与物肯定没事 王轩松了一口气 他想到和石板中女子的对话 只要能超越真王 那么诸事 整片时空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到了那个层面 他心中但凡还有那些人与物的记忆 就可以抵零 王轩经历很久 平复了心绪 只要他的道行足够高深 众灵母宇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前辈 当年那大雾中的脚步声到底是什么状况 王轩问诸祖 这个问题困扰他多年了 他心中有所猜测 毕竟 经历了很多事 见证了太多的古怪 很多迷雾都在渐渐被吹散 那是一个生物 很可怕 我等面对它都觉得很惊悚 只能逃遁 真要和它对决 肯定会惨死 无论是麻 还有彼岸神主 寿皇等 全部面色凝重无比 提及往事 谈到那个生灵 他们心头压抑 觉得发慎 你们能够逃掉 问题应该不是很严重吧 王轩问道 麻缠声道 你不要觉得 现在没事了 至今他还在威胁着我们 时不时出现 我们为什么不顾一切地远征 主要也是想摆脱他 结果甩不掉 王轩顿时心惊 那的恐怖的怪物 跟了他们数以亿载 他询问 他究竟什么样子 既然如此强大 为何没有伤害到你等 因为 他只是出于本能在动 大概率没有完整的意识 麻开口 讲出他们所见到的真相 在那大雾中 有一双腿在奔跑 昔日跟在超凡源头后方 随后又跟上了他们的征程 他是残体 从腰腹部断裂了 血淋淋 上半身消失 下半截躯体是人身 但是 右腿满是银色鳞片 左腿则满是紫光盛烈的长毛 很怪异 红袖告知 他也不是要攻击与世杀的样子 像是某种本能在驱使着他 跟随和超凡有关的人与物 莫不是一位真王 王轩问道 感觉 很怪 彼岸的老神主皱眉 他们在归真残疾中 挖掘出不少真相 看到过关于真王的记载 而他们身后那个怪物 似乎更强一些 王轩动容 早先 他有过两种猜测 真王居然都被否掉了 他以为 随着自身实力提升 已经接触到世界的本质 超凡路的各种真相等 可目前来看 很多是远比他想象的神秘 他自语道 那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猜测了 可是 到了那个层面 都会如此惨烈 被拦腰极断 只剩下残体在凭本能形式 有些可怕啊 第1383章中天遮天动画 5月3日腾讯视频开播 什么猜测 你知道它的根脚 马开口 严肃地问道 和天灾有关的生物 王轩说道 比真王还可怕的话 只能是归真路上传说中 造成天灾的恐怖强者了 目前 他接触过一个 那就是石板中的女子 他也是从三号源头 归真骑警中的遗骇 那里听来的 天灾 这是某种生灵造成的 诸族都被惊到了 他们在真实残疾中 也挖到过关于天灾的少量描述 造成各地归真路崩开 一时间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他们以为那只是某种恐怖的超凡现象 不曾想却是活物所致 而在他们身后的那的残体 居然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很长时间 他们都说不出话来 王轩思存 有时间必须地和石板中的女子 好好切脱与交流下了 让他道出那些尘封在历史长河尽头的秘密 阳九地界熄灭了 阴六地界看样子也无法长久 而造成天灾的生灵净毁伤成那的样子 真实之地远比他想象的要危险 所有这一切的本质都该挖掘出来了 他需要深入了解 提早应对与准备 王轩警醒 告诫自己 不能大意 想那阳九地界 所有超凡源头都沦为灰烬了 无开口 昔日 四号和五号源头的极灭老祖 天元老祖等 之所以跑路 主要也是我们身后的脚步 身偶然间被他们感应到了 实在是吓到了他们 直接从归真路上逃走 王轩愕然 还有这种隐形 红秀道 他们不知道是那个怪物 在沿着我们留下的痕迹跟随下来 还以为是真实残疾上 不可力敌的妖魔鬼怪出现 永极时代 那的只剩下半截躯体的怪物 也不怎么动 而当各大超凡源头解动 归真残疾复苏后 那个怪物一重新活跃了 每个一段岁月就会出现一次 你们身上该不会有 他感兴趣的物品吧 王轩问道 朱祖摇头 不曾发现那种细物 王轩来到外面 站在迷雾中 向身后望去 并未看到那个怪物 他希望自身这种速度 可以摆脱他 好快 你这是在最高等精神世界横渡 朱胜出来 感受到这种超越场里的速度 都心惊肉跳 即便都是见过大场面的至高生灵 他们现在也都失神了 这种突破天花板的旅行方式 真的算是无解了 二代兽皇探道 也只有这种速度可以纵横在朱世 其他圣者不可能在六大超凡源头间往来 真王不确定 毕竟 我们对他们不了解 但是 造成天灾的生灵一定可以做到 王轩开口 五年后 王轩以超纲的速度 一路拖着太空船 有时走捷径 有时走最高等精神世界 接近超级神话大世界 乘风破浪的祖师们早有预案 能不惊动真王 那就暂时不去沾热 以吸收全新的道运为主 若是无法避免 那就真正碰撞下 掂量那只黑色的大虫子到底有多强 以诸天福王阵针对 看能否挡住 若是最坏的情况出现 我们惨败 那么小王就炼化太空船 将之带在身上 我等暂时魂恶也无法 在迷雾中逃命要紧 他们抵达了 思前方气象宏大 道运连绵不绝 抵运深厚的无法想象 正常情况下 这里就能诞生二次归真的生灵 王轩的迷雾中 一群至高生灵排列 布置好诸天福王阵 谨慎地面对前方的地界 而后在缓慢接近过程中 开始吸收道运 别急 不要风卷残云 蝗虫过境一样 慢慢来 马丁主 他们悬在王轩迷雾的边缘区域 开始汲取造化 所有人都很激动 然而 他们即便在谨慎于小心 也无法掩去所有波动 短时间确实没问题 但是不足半日 超级神话大世界内部 就形成一股道运暗流 激荡而起 毕竟 他们都是真圣 这样一批人同时汲取道运 再低调也不行 停 一群有组织的老怪物 谨慎地采集道运 以王轩的特殊迷雾遮掩 从原地消失 换了一个地方 哪怕有全领域六破迷雾覆盖 可人太多了 此界还是排斥诸盛 他们没有真正深入 只是在超凡源头边缘区域活动 就这样他们前行逆踪 低调修行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这种全新的道运对他们很有用 危险 真王来了 王轩玉锦 心头悸动 到了他如今这个层面 能围及他的必然是超凡源头下的怪物 他携带着大雾 急速远顿 在此过程中 朱祖皆醒来 全部爆发圣光 催动朱天福王阵 那条通体漆黑的大蜈蚣降临 乌光暴涨 真王领域蔓延 向着这边横扫过来 一时间 时光还出现 岁月倒流 逆速时空 真王一击确实打穿了进来 毕竟 这只大虫子也算是偷袭 朱天福王大阵复苏 璀璨夺目 和重行真王的打出的刺目连衣撞在一起 形成惊天洞地的轰鸣声 整片超级神话大世界的强者都被惊动了 挡住了 但是 法阵险些散掉 真王实在太强了 彼岸的老神主心头震动 王轩以大雾卷着太空船 急速远顿出去 脱离真王所在的危险区域 有问题的真王 重创之体还这么强 可怕啊 二代兽王叹道 朱胜全部气血翻腾 他们催动朱天福王大阵 硬汉对方一级后 都被震得不轻 是你 重行真王在远处寒声道 虽然没有追上 但是 他已经知道是谁来了 而且带着帮手 虫王 我这次只是路过 不想和你开战 王轩在足够远的地方开口 真王和其恐怖 瞬息消失 黑色大蜈蚣以肉身破碎 永恒 碾爆超级神话大世界外的深空 王轩发出精神连衣的刹那 就已经提前动了 再次驾驭迷雾中的小舟 牵引着飞船上的诸圣远去 超级神话大世界中 那些顶级的道统 从六阔大能到真圣 都捕捉到了外面的动静 都吃惊不已 王轩又来了 极灭老祖动容 他还真是胆大包天 在挑衅真王 无缘老祖目光冷冽 但是 他第一时间选择跑路 躲起来了 他怕王轩摸进他的道场内 将他给废了 二十二年前 他被对方直接钻爆 从两次遛破 生生消掉下来一次 怎能不处 很久以后 深空中归于平静 真王强的超出预料 并王也依旧是王 我们的法阵不完整 最多就能挡住他两三级道边了 诸圣总结 并赶紧修复从真实残疾带回来的大阵 确实很厉害 王轩点头 这要是被堵住的话 他真有可能会被彻底击杀 毕竟 这是六大超凡源头目前的最高战力 至于彻底破开阴六地界天花板的生灵 那种和天灾有关的未知怪物 目前连一个完整的都没有 数日后 他们再次行动起来 更为谨慎 在一个地方稍微吸收到运后 就立刻改变方位 眼下一起之争毫无必要 热血老年天团的成员活了这么久 比谁都懂 提升自身最为要紧 他们无声帝前行 汲取到运 然而 波刺过后 危机再次降临 恐怖的真王无声无息帝来了 蜈蚣躯体上千足挥动 宛若上千柄天刀同时展落 时空破灭 大雾溃散 真王又来了 诸天福王法阵复苏 挡住这一击 但法阵摇摇欲坠 诸圣气血翻腾 甚至有些人嘴角躺血了 王轩果带着所有人远顿 这次对方来得很突然 相当的危险 黑金蜈蚣人力而起后 祭出一件真王级武器 一柄黑色的大锤 瞬间暴涨 覆盖深空 锤头落下时 比一片真实的大宇宙还浩瀚 诸圣头皮发麻 确定了 真王不可敌 关键是 真王武器上附着的规则等 能轻易将寻常的违禁物品碾爆 好 厌世王轩这次都只有这一个念头 真没法对抗 这一锤下来能将他砸爆 会出人命 此时他与真王及武器比速度 大锤覆盖了宇宙那么广阔的范围 向下压落 无量乌光沸腾 无处不在 古今未来都被击穿 粉碎了 最终 王轩驾驭迷雾中的小船 堪堪逃避出真王大锤释放出的连依所抵灵的范围 没被追上 在他身后 万物成灰 有些残破宇宙等再无声的崩溃 这就是真王到航的体现 武器寄出的刹那 无物不杀 显而又显 当才重行真王险些摸进他的迷雾中 你在挑衅我 远方 黑色大蜈蚣开口 散发着无尽的杀意 森然哲人 他记得清楚 王轩上次顿走时说过 要找一群老兄弟来灭他 这才22个元神年 那小子真带人来了 虫王你误会了 此次我不想和你开战 只是路经此地 有些口渴 带人在这里歇歇脚 王轩传音的刹那 顿走 转移方向 身后那片区域被一个巨大的黑色锤子煞石击穿 恐怖乌光淹没古今时空 没有什么能够挡住 虫子 你可要想好 直译无为敌吗 王轩的声音变得冰冷了 回应给他的是黑色大锤的一击 毁掉了多重腐朽的宇宙 万灵在真王面前渺小如尘埃 这笔仗我记下了 以后会找你斗上一场 王轩驾驭迷雾中的小船远去 超级神话大世界内 所有强大的超凡者莫不震撼 明人王轩又来了 这是在何真王叫板 极灭老祖 明玄 义辉 天元老祖 于炎等人 新潮激荡 这个青年怪物这是要逆天吗 无缘老祖则是头皮发麻 祈祷真王干掉那家伙 不然的话 对方让他强烈不安 各位 道运汲取得怎样了 王轩在深空中问道 马马虎虎 朱圣回应 虽然频繁换地方 吸收了很多天 但是 每次都不敢闹出大动静 麻缠声道 再一再二不再三 我琢磨着 再去的话 那的寿行真王也要出来了 虽然我们极力避开了他所在的五号超凡源头 这次试水 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和真王的差距过大 除非将诸天福王法阵补充完整 不然没法硬汉 不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等上一零年 再出击一回 王轩说道 王泽胜将他这个一零年给否掉了 告诉他 要么一一年 要么九年 整数可能不怎么靠谱 容易被提防 那就更稳妥些吧 前二十个年头 他们都没有动作 在远方的深空闭关 各自参悟真经 炼化道运等 事实上 前十个年头 两位真王都出动了 无声地躲在大雾中 在深空中有意 巡视 第二十三年 王轩他们才起身 兴风作浪的祖师们再次热血沸腾 临近超级神话大世界 这次相对较为顺利 他们多次变换地点 没有惊动真王 因为 虫行怪物和兽行怪物 都回到超凡源头下方闭幕修养去了 真王身上皆有伤 没时间浪 数十日后 黑色大蜈蚣树地睁开眼睛 怒了 对方这时瞪鼻子上脸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 只是刚发现而已 重行真王开口 受 欠你个人情 此次竭尽所能 和我一起出击 堵住他们 全部拿下 来了 两个真王起出 王轩鹤道 朱天福王法阵 连着挡住真王两极 然后就暗淡了 部分圣者大口咳血 被震的肉身都裂开了 血淋淋 精神领域都略显暗淡 他们很果断 进入太空船中 而王轩早已炼化此船 揣进兜里 他驾驭迷雾最深处的小舟开始逃亡 在深空中 虫行真王和兽行真王联手围堵 根据命运的指引 算出他的大致方位 一口恐怖的黑色大锤 还有一柄银色的圆月弯刀 横扫猪式 很多残破的大宇宙在爆碎 在毁灭 王轩毛骨悚然 有乌光还有银色的涟漪几乎追上来了 破镜迷雾中 甚至扫到小船上 他跃起 快速躲避 纵然如此 他也被残波冲击的大口吐血 这就是真王发飙后的恐怖一击吗 走了 此地不宜久留 他不想试探了 真王一旦暴怒 确实不是他所能招惹的 眼下 王轩无比渴望变强 他想踏足进真王领域中 直到驾驭迷雾中的小船远渡五年后 他又咳出四大口真血 让他沉默了很久 这次居然负伤了 当逃出去一一年后 王轩嘴角再次溢出一缕鲜血 至此才算稳住 伤势没有持续恶化 远离超级神话大世界二十一个年头后 他浑身发光 彻底恢复过来 这才将太空船放出去 唤醒诸盛 他没有隐瞒 告知他们自己负伤的事 诸祖对他很关心 怕他留下后遗症 王轩摇头 现在已经无碍 这才让最为担心的江云长出一口气 王则盛道 去一号和二号源头吧 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大本营 沉淀一段岁月 先将道行提升起来再说 希望那里的真王不忌惮我等 毕竟 我们也是从那里走出去的 谨慎起见 别一窝蜂都进那片世界 此前一亿 他们居然遇上了最糟糕的情况 以富商逃亡结束此次历程 以后面对真王 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王轩思存 回去沉淀一下 他应该独自上路了 前往第六个超凡源头 吸收最后一批道运 争取成为真王 当下 各大超凡源头下都有怪物 还是他自身独行比较稳妥 当他成为真王 一切都好说 那样的话 天下哪里都可去的 很多年没富商了 真王十分棘手 等我更上一层楼 当妈听到他在摸鸡神后 顿时有些不想说话了 这小子现在这么眼吗 都已经想动真王了 王轩走最高等精神世界 连着横渡数十年 终于接近熟悉的那片 超凡中心大世界 先在深空中驻扎 过段时间分批回去 这次 诸圣很慎重 哪怕即将回到原本的大本营 王轩无声地上路 先进入此界 世外之地 花果山 初代寿皇树地睁开眼睛 看着站在面前的王轩 整个人都呆住了 你也 三次归真了 他有些难以置信 这小子跑出去一趟 回来就能和他比肩了 当年 我就快到这一步了 这次不过是水到渠成 正常 王轩说道 而后暗中问他 家里没什么变故吧 能有什么事 你也就离开百年出头而已 初代寿皇说道 这么短的时间对他来说 不过是打个盾的功夫 前辈 我这次我给你找来一群好友 其中一个 不是你亲儿子 就是你徒弟 应该和你关系不远 谁 哪个 回头再说 我先出去转一转 一人王轩出关 时隔百年 再次行走世间 奈何花果山很多故人都在闭关中 他去看望陈永杰 老中等人 意外发现 清末和忠诚修行之余 居然在拍摄超凡动画 将母宇宙的遮天给还原出来了 清末道 小王 你出关了 正好 帮我们看一看 我们觉得还不错 眼下 这天定档在5月3日 腾讯视频不播 王轩顿时有些风中凌乱 什么情况 熟悉的视频网站 熟悉的作品 在这个世界被他们还原出来 他也就离开一百年出头 变化还真是快 忠诚神秘兮兮 低语道 经过我们考证 这天的作者可能是个超凡者 当年多半也跟着渡海上路了 大概率还活着 在这个世界中 第1384章中天维基出现 母宇宙的某些事物附现在这里 确实勾起王轩某些回忆 他彻底安静下来 还记得 当年他去密地接照清汉和吴英回家 他们两个也曾兴致勃勃谈及这些话题 那时 他们风华正茂 青春蓬勃 欢声笑语不断 而所有这些都快速自王轩眼前浮现过去 岁月迅速流逝 最终 一个安静在混沌洞中 如今找不到了 另一个自己穿上婚纱平静地躺在床上离世 一只小胡大哭不止 你在发什么呆 忠诚诧异地看向他 王轩回过神来 道 被那逝去的青春岁月挤了一下腰 青木催促他 看一看他们的改编与制作是否足够精彩 王轩因为那些人 缅怀那段岁月 静静地观看 露出亚瑟 道 剧中主角叶凡的书房中 居然摆着合作者的合照 青木道 再怎么说 我祖父当年也是追过这天的人 所以 给予特别出场 我还准备将他找出来呢 王轩向后观看 面露异色 道 既然你这么欣赏 为什么第一集片尾彩蛋中 作者刚出场就被被刺了两毛 鲜血狂飙 直接蜕变为红色的怪物 这是我太爷爷的要求 忠诚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是老钟亲自指使这么做的 原因只有一个 老钟当年追过连载中的遮天 被迫天天熬夜耕读 怨念很大 这样啊 王轩点头 回头看了一眼正在院中练拳的老钟 真没想到这种天仙级读者还没释怀呢 要不要我动用因果线将那疑似是超凡者的原作者调出来 王轩问道 算了 顺自其然 我们也有些线索 准备亲自将它给挖出来 清末和忠诚都一起摇头 愿重 一听到有线索 老钟直接就过来了 王轩哑然 从这里离去 进入三十六重天 去看望老师凶手 神吗 朱祖都回来了 手被惊到了 这件事还真被小师弟做成了 将一群远征归真残疾的前贤寻道 让他心头震动不已 这可不是小事 一号超凡源头最高端地站立都在外面 现在居然横渡朱天万界 奇迹班地回来了 首座就要起身去看望朱祖 这么多年来他的压力其实很大 一群老怪物全跑了 让他看家 面对的大环境实在是过于复杂 连三号归真奇景中的真王没事 都会溜达过来转一圈 这谁受得了 不急 他们会分拼摸进来 到时候应该会主动找你 王轩向老师兄了解百年来 三个超凡源头的密文 因为 他觉得初代兽皇太粗犷了 压根不怎么管外面的事 三号本土那边很安静 归真奇景中的遗骸都直伏了起来 首告知 但是他也听到一则密文 源自二号源头的六破大能云林 二号源头下的布偶真王对他托梦 让他们低调点 目前局面复杂而又危险 说三号归真奇景中的真王 杨 已悄然远行 很可能意味着 他可能认识远方的神秘强者 有真王级的帮手 王宣文言 变得无比严肃 真王级的强者他已经领教过了 不被追上还好 真要去硬汉 目前他没什么希望 若是被真王悄然摸到身边 并被他们堵住 他大概率会死掉 他有压力了 三号源头归真奇景中的真王 为什么远去 大概和他有关 毕竟 上次他恼了 利用迷雾中小船的超纲速度 斩断归真奇景中的主风 因为没有接触 不曾交手 对方猜测不到他的身前 以为他也是一位真王 这是去请其他真王级高手助阵 很多年了 王宣没有这种紧迫感了 必须的变强了 不然的话容易出大事 尤其是 他被那条重型真王级伤后 竟养伤二一年才痊愈 这种体验很不好 他不想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也要面对生死危机 果然还是老师兄敬业 从二号源头那里的西这些秘密 王宣皱眉 目前一号源头下的巨人 从未向本土人托梦 他伤得太重 手开口道 他和哥 朽也尝试接近过 没有得到什么积极回应 老师兄 我给你带回来一些土特产 王宣取出成道瓶 向外导出其他超凡源头的道运 此外还有彼岸的 十五色道则密实 这些对单一六魄的大能很有用 堪称最稀针的造化物质 太珍贵了 手心惊了 这才多少年 小师弟已经开始回头来接济他 竟送出这个吉树的奇物 其兄 醒一醒 王宣呼唤在这里闭关的玉道奇 片刻后 全身嘴最硬的玉道奇诗神 有些说不出话来 当年被他庇护的矛头小子 如今竟已经开始投尾他 但是 很快他就想通了 这不寒称 说明他眼光超好 进行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 尤其是 当他看到手都在那里吸收到运 泰然处之 他顿时也放开了 崩的一声 咬住一块奇诗 斯 这十五色道则觅食碎片各牙 他的嘴巴化成枪尖 遇到纹理交织 开始慢慢练化十五色奇物 当日 手悄然远行 出于礼貌 主动去拜望麻 五等人 几乎是同时 初代兽皇也进入深空中 见到了自己的弟子 鹏 二代兽皇的本体是一只金翅大鹏 圣语张开 便如同无量仙剑蒸蒸而鸣 他走的事件先得露术 数日后 一些老怪物无声帝 进入一号超凡源头 没有引起波澜 王轩将自己的父母 接到花果山道场 麻 五等回到三十六重天 他们都很低调 暂时都直浮了起来 还有相当一批人进不来 比如彼岸宇宙的那些生灵 还有掘地中的老怪物猿 齐等 因为他们从一号超凡源头 脱离出去数十计 早已被排斥 需要逐步交融 回归的真圣面色都不是多好看 部分人的老巢被外胜 携神占据了 将来肯定会有波澜 不过有麻 五等人把握大局 再加上热血老年天团的名誉副团长 初代兽皇 确保平稳过渡 问题不大 数日后 朱祖中的六破者密会 一致认为 眼下的局面看着平和 但是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就会打破宁静 因为超凡源头下的真王的心思真的猜不透 这些老怪物好像都在舔尸伤口 暗自养伤中 我怀疑 他们一旦全面恢复 就可能会发疯 比如三号归珍奇景中的羊 当下就有些活跃了 羊九地界熄灭了 目前来看 英六地界也不可避免 但是 在超凡大绝灭中 总感觉这些真王也在等待某种机会 朱祖认真分析 渐渐推测出一些东西 他们怀疑 英六地界都可能是真王利用过后注定要被抛弃的腐朽大船 真王只是战时与江城的竹筏共度 目前还有需要 他们最终的目标大概是真实之地 都说它消散了 可能不存在了 但显然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群老家伙结合王宣提供的羊九地界的见闻 再加上他们从归珍路上挖掘出来的那些残缺的资料 进行了各种研判 羊九地界熄灭时 九大超凡源头很惨 但是 或许正是因为九骚腐朽的大船破灭的刹那 真实之地出现了 古早时期的那批最强者得到了某些了不得的好处 而在此过程中 伴着真实大战 当然 九成强者都仅是陪跑者 甚至 朱祖认为 超凡源头下的真王 当年都是在半独语陪跑 并非那个时代的主角 现在轮到他们养好商 将做大了 真王室 这个时代的主角 很明显 朱祖共义 得出的部分结论很惊人 他们在摸索与还原羊九地界熄灭后的事 从而眺望英六地界的走向 王宣皱美 身为六魄大能 他也属于最高层了 在旁听着 按照一群老怪物的分析 未来堪忧 一号超凡源头下的真王 知道你们回来了 初代寿皇开口 他身为三次归真及强者 刚才尝试和超凡源头下的巨人沟通 对方依旧淡漠 平静 没有给予过多的回馈 真王确实很强 能发现我们 并不意外 只希望依旧如过去 彼此相安无事 马开口道 自从回归后 他们就感受到了整片世界的孕育的大造化 两个超凡源头融合后 可以缓慢提升他们的倒横 真舍不得退走 事实上 手机其物与无有到空的融合体 要不了多久 应该就能正式踏足三次归真层面 因为本身几乎已经要破关了 马开向王轩 道 我支持你远行 如果你真有那种超纲的手段 能尽早破到真王领域中 就不要耽搁点滴时间 他原本很严肃 说得十分正式 让在场所有人都跟着点头 但是 他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让王轩都绷不住了 干儿子 快速崛起吧 冲进真王领域 目前这个大环境其实很危险 这句话一出 连老王都撇了他又撇 抢他儿子来了 艳势江云都一阵无语 然后不动声色地拉住红袖的先手 左看右看 郑主王轩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虽说手机奇物以前确实将他视为子直 可是压根就没这么喊过 他严重怀疑 这个热血老年人败北后 已经决定在其他领域中碾压他了 争亡境界 我确实想踏足进去 但是 六号超凡源头很远 即便是以我的超纲速度 往返一次都需要千载以上 我怕在此期间 这边出现莫测的变故 王轩说吧 开始沉默 他在思索一件事 除却吸收不同超凡源的道运外 难道他自身就不能破关吗 无平静地开口 自己慢慢苦熬 效率很低 唯有接触其他源头的大道 让不同的神话起源及火光碰撞 才能迸发出更为璀璨的道路 缩短崛起时间 容我想一想 王轩起身 从三十六重天的混沌 崖走了出去 目前 他心中有两条不成熟的路 想要看清 事实上 他若是能走通的话 将影响无比深远 甚至他将因此而不处 阴六地界全面熄灭 第1385章中篇 被迫踏足未知区域 高悬三十六重天上 王轩看着自己迷雾最深处 那个光源 他在凝视 若是拼尽全力 能否真正临近 他收回目光 内视浑厚的命土下方的世界 着实无限璀璨 他想洞彻其本质 为何有那么多超凡英树海 人是群体生灵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独自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王轩眺望漆黑的深空尽头 目前 他可以自己上路 横渡过重重腐朽的大宇宙 但现实是 熟悉的人肯定不适合和他一起远行 他决定先留下来闭关几年 自己探索试试看 若有前路可走 那么暂时他就不去六号超凡源头了 毕竟 一次往返就是千载以上 如果按照上一记 存续不足两千年来看 远行一次 那么等同于半个纪元过去了 昔日 有些纪元动辄璀璨十几万年 而今随着英六地界要落幕的趋势 朦胧的出现 各种迹象都让人深感不安 总体而言 王轩一路走来 虽有波折 但都平安度过 很久没有对来出现忧患与危机感了 争亡复苏 并要出来了 有这个极数的生灵盯上他 迫使他不得不神色凝重 心头有了压力 深空尽头 英六地界很偏远的地带 甚至在走上这样一段距离 就要接近阳九地界了 阳 匆匆赶路 他真的很强 一走就是上百年 贯穿英六源头辐射的大片范围 来到一片荒芜之地 当然 他也不是靠自身横渡 他在走席真实之地坠落下来的部分驿站 也只有他这种极数的老古董 争亡层面的生灵 才能找到 他是通过那些驿站 贯通段路 走了捷径 这才在百余年出头就走出这么远 不然的话想走过英六地界大半区域 根本不知道要耗费多少年 难以估量 总算要到了 阳松了一口气 话虽然这样说 接下来他又走了数年 让一位真王横渡数日的时间 都很难说清可以跨越多少大宇宙 可见 他说的总算要到了 却又消耗数年赶路 究竟多么恐怖 但是 这就是真王的常态理解 阳驻足后 看着漆黑没有一点光的深空 在附近寻觅 总算看到一些残疾 有长存数十上百计的遗骸 有围禁武器碎片 他确定了位置 一闪身进入前方一个腐朽的宇宙中 死气沉沉 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生机 不要说超凡生灵 连普通的生物都没有 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片宇宙早已停止扩张 走向终点 五 你还在妈 杨站在这片腐朽之地 眺望前方一片深渊 最终一步踏了进去 宇宙之渊 最深处到处都是崩塌的宫殿 原本的金砖玉瓦和围禁材料等 都早已稀巴烂 但是 在破败中 一座残城横在前方渊海上方 发出微弱的光 缭绕着浓重的大雾 这是归真残城 比那些驿站大的太多了 杨自原地消失 下一瞬立足在虽然破碎 但依旧宏大的残城中 瓦砾遍地 但有少数建筑物还顽强地矗立着 他站在一座暗淡的殿宇前 当中 超凡珠网密布 供奉的圣像差不多都坍塌了 只有一座满是灰尘 还没有倒下 五 是你吗 杨看着唯一还完好的圣像 煞时间 一盏油灯自然 摇曳出朦胧的光 照亮这座古老的殿宇 盘坐未倒下的圣像速速震动 灰尘进去 一个面色苍白 黑发散落着的男子睁开眼睛 他血迹斑斑 甲昼破碎 像是刚走下战场 事实上 他也不知道有多少纪元没走出此地了 他是真王 五 你自身未复原 来我这里作甚 五问道 老朋友 多年未走动 有些生分了 没有恢复就不能来看你吗 杨开口 他目光所致 整片大殿都不同了 整片时空都在变化中 所有瓦力全部悬浮起来 时光在倒流 断壁残垣等全面在重组 一座宏大的龟真古城出现 这座殿宇更是变得庄严 宿目 满地都是围镜及符纹在闪耀 标凉画洞 哪怕是最简单的建筑布局 都是出自六魄领域的手笔 五复苏后 短暂沉静 探索着诸世 神游重重腐朽的大宇宙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想不到啊 英六地界也走向衰败了 龟真之地或许又要显现了 你坐不住了 杨点头道 英六地界要结束了 我要你去六大源头之一 共承办真实的腐朽大船 将来携手踏进真实之地 嗯 真王开始向英六源头汇聚了 五的双目中树地射出骇人的光束 一瞬间 那倒流的岁月 被重塑的城池彻底凝固 接着 整座归真剧成那些六魄领域的符纹全面暗淡 时空坍塌 一切都轰然解体了 瓦力砰砰坠地 阳神色正重 有神秘真王开始出现 我建议 以早不以晚 避免英六地界突然熄灭 来不及上船 你有对手了吧 想让我过去帮你 五平静帝问道 作为老友 我们曾并肩战斗过 有什么我都会想到你 英六源头虽然将袭 但也有机缘 六大源头于腐朽中正在抽出心之嫩芽 等待采摘 孕育着浓郁的造化生机 阳带着淡笑说道 接着他又补充 其他真王也在复苏 走出来的日子不会很远了 武长生而起 身材十分高大 雄姿魁违 很有压迫感 到 英六地界 寄托着我的神思 我曾发过某些誓言 容我想想 先让我借用下你的这座归真剧城吧 向我的归真骑警到场传个讯 离开太久 该打个招呼了 三号超凡源头 平静多年的归真骑警中 某座古老而残破的驿站 泛出点点黑色涟漪 打破此地的宁静 一号和二号源头融合后的新神话世界 世外之地花果山 王轩已经闭关五年 他尝试接近迷雾中的源头 以原神共鸣 将真灵投影过去 可惜 终究隔着一层沙 他感觉 原神最核心的光芒 已经无限抵零那里 但最后还是历劫了 被那光源避开 被迷雾所阻 等他精疲历劫地结束这种尝试后 他以为只过去了片刻中 而现实世界中居然已经流失两年 王轩暂时放弃 随后的三年里 他的的意识沉入命土后方的世界 不断探索 入京虚无之地 贯穿陨石通道 上方波澜壮阔 那是一片又一片海 无尽浓郁的超凡英术 让他都为之神迷 世间有少数人具备秘笠池 肉身和精神背后连着神话英术挖地 无惧常规的枯竭时代 但是 像是这种毅历海实在算是艺术 一片又一片 太多了 王轩已经利用起来数十片海 平日间 他随意一个念头 命土中就会征腾出超过81种超凡英术 而真相是 在更远方 还有许多未曾开辟的毅历海 他们或极尽无波 或狂暴到要撕碎天仙 毁掉艺人 这么多年 王轩一直在缓慢探索 但非常谨慎 并没有途径 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些忌惮 他自己都不了解此地 每一片毅历海都浩瀚无边 郭涛起伏肩 大浪拍天 棒棒壮阔 蹦剑开来 宛若尘封的神话在复苏 王轩有时感觉心中很没底 有那么多的密海 其本质到底是什么 纵然是换个真盛进来 见到这种奇景都会敬畏 在此地 他有时会听到诸圣对话 很远 很缥缈 但是的确传过来了 他曾经认为 这里是敬道之地 但是 当他深入后 仔细去寻找他想要的造化法则 却又发芒 这种神圣之地 所有一切都像是在原始蒙昧时代 有道之韵味 但是似乎并未真正发展起来 王轩的精神在这里修行 体悟 探索 来到一片金色的汪洋中 心头一动 看到了当年所见的奇物 金色的植物沉浮 挂着果实 在这片伊丽海深处一闪而逝 昔日 他出来这里就曾偶遇他 当时还曾追赶 但追丢了 此后也曾发现数次 都总是很飘渺 不可及 甚至 某个时期 高冷的臭嘴棋也敲摸摸探索 结果他也很丢棋 并未能捕捞到海中棋果 当然 这种丢棋的事 他不会和王轩说 只是被后者察言观色 猜测到了 过来吧你 王轩抬手 因果掉线飞出 和金色植物昔日颇有缘 今日身为三次归真的大能 他入眼所见 就可以盛放樱花 并诞生果 他掉到了 将那金色的植物牵引过来 画过无垠的金色汪洋 穿过重重大浪 出现手中 朝花戏时 真香啊 王轩闻了一口 富与芬芳 年少时所见的奇物 待他成为六破领域的大能后 才真正接触到 他一争 形似蓝草的植物上 共结着十五枚果实 每一棵都圆润晶莹 像是大号的金色丹药 浓香扑鼻 他对这个数字太敏感了 自身一直在这个领域前进 王轩仔细研究后 没有发现异常 也无危险契机 他摘下一枚鸡蛋大的果实 放到嘴边 纵然是精神体在这里 他也能享用这种异果 稍微咬破后 满嘴都是发光的液体 味道相当好 让六破大能都觉得这是一种顶级美味儿 下一刻 王轩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父母的话语像是想在耳边 陌生人给的食物不要吃 强大如他 归真三次都有些受不了 感觉无害的金色果实被他吃掉后 瞬间爆发 融入他的元神之光 他仿佛看到开天时代的模糊奇景 天地初分 要将他也给分开 接着第一缕声音出现 震得他双耳要聋掉了 太出之光化过 照耀在精神中 让他浑身焚烧 元神甲咒当场爆碎为灰烬 他有点怀疑人生 一枚小小的果实 让他竟然这么难受 那道光化过后 让他整个人都烧起来了 他还在尝试感悟 捕捉到运 结果连根毛都没有 只是单纯地烧他 还有开天奇景显照 王轩足够强横 没有当场炸开 但他的精神之光在剧烈起伏 像是要裂开了 要被烧成灰了 什么破烂果子 毫无用处 危害净这么大 他狂奔起来 运转真惊 消耗金色果实 辐射出的神秘涟漪 到最后 全领域遛破的他 忍不住到处狂奔 冲击 一路向着最为爆裂的 毅力海群闯去 那里他还没有探索过 因为 外界爆裂的灼烧 似能中和他体内的涟漪 他被迫一路裸奔 冲向从未踏足过的神秘区域 第1386章中偏命土后 最初的道之萌芽 王轩一路狂奔 三次归真的大能的元神 和真身区别不大 耳畔那开天的第一缕声音 还在阵 心头为明火光焚烧 彻照全身 这是什么破果时 怎么能伤到全领域 六破的他 天地初开后 残存下来的开辟之力 王轩怀疑 无论是第一缕声音 还是第一道光 都是开天之节分解 出来的部分体现 他一路裸奔进未知海域 白茫茫 这片地都不能算是海了 白光沸腾 那些超凡音术刺目无比 此地果然很特殊 他刚到来 整片白色的伊丽海 就像是复活了 宛若巨兽咆哮 无尽大浪拍挤 确切地说 那像是白色的光焰 燃烧的雪白大山 没有水泽 海面在沸腾 像是由无数的雷火组成 我是来悟到的 探索神海的 不是来遭罪的 王轩恼火 同时越发怀疑 自己命土后方的 吴敬一海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一切都太怪了 他怎么都有些无法相信 这未知而可怕的 浩瀚海域群 都是他开辟命土后诞生的 很快 他发出痛苦的闷横 这果实太上头了 影响到他的意识 让他思维都有些发散 轻飘飘了 同时 外界的白色光焰 燃烧的大山 汪洋化成的雪白雷火 将他淹没了 将他打到海底 刷的一声 王轩冲出此地 一路狂飙 冲向更远处的地带 那是一片墨绿色的汪洋 起初很平静 随着他到来 刚站在海面上 轰的一声 此海便整体炸开了 王轩被炸飞 浑身都是墨绿色的光 他用力甩了甩头 到 海水中蕴含着外界 似乎真的可以对冲果实 对我造成的那一节的影响 再来 就这样 他一路狂奔下去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毅力海 到了后来甚至看到了灰烬海 聚散成烟 漫天都在洒落黑色的神话物质 可纵然如此 他最后也有些意识朦胧了 暗自心惊 那枚果实的药效 对倒横没有一点提升作用 但却能影响到他自身的存续 最终 他发现自己的精神之体 竟然在分解 原神要散掉了 小小的一枚果实 这么瘆人吗 他有些难以置信 用尽办法 但最后他还是分成数百道光束 流散向四方 每一道光束 都冲向不同的毅力海 他意识未灭 这些分开来的原神之光 没有彻底毁掉 但是 剧烈震动后 将要更进一步分解了 这一刻 他洞悉了本质 这些原神之光正要融入不同的毅力海 像是要归于母胎 还给大道 王宣明雾 这是归真 回归母道中 不同的原神光束 都是他 皆在私团 这是要将他化掉吗 刹那间 在他分解 不同的原神光束 投海的刹那 全领域六魄的他 体现出了无比超纲的能力 无尽 并迷雾猛然激荡 突兀的横过珠海 短暂凝固所有汪洋 整片时空没有了过去 现在 未来 大雾中一点光源浮现 照耀诸事 即便脱离肉身 只有精神在此 他也在现出迷雾 全领域六魄大雾扩张 所有分化出去的原神之光都在被接应 像一处汇聚 是了 我所要探索的迷雾尽头 那团光源 果然是我的私感与自身对未来到过构想的结合 高悬在前 那是我的目标 我的前路 为的是归真 为一 王轩自语 他在迷雾中重组 再现出来 就如同迷雾中的小船 还有上面的茶杯 以及金卷 都是他的心灵愿景的体现 分别是他拓路 悟道 修行 所对应的真实具现化 王轩敬历很久 他感觉这种分解 另类的归真 彻底消除了那枚果实的影响 点点连依自原神中散去 他走出迷雾 俯视着珠海 而后又来到那片金色的汪洋中 以因果线将那株金色的植物掉了上来 说是其物 异果 委屈你了 险些将我化掉 王轩仔细地凝视 将他带进迷雾最深处 坐在小船上研究 难怪遇到期待不到他 连王轩这次都险些着道 道之载体 王轩神色凝重地做出这种判断 植物是金色伊丽海的魂 也是旧道的雏形真实具现之物 他刚才将在伊丽海中真实诞生 具现的出来道 其最大的一颗果实给吃掉了 所以他险些归去 化掉 被珠海吸收 王轩玉发怀疑 这是什么见鬼的伊丽海 他将金色蓝草般的植物 重新扔进海中 面色凝重地盯着 王轩越是琢磨 越是觉得 这像是一片很原始蒙昧 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的源头 道还是雏形 有了这种认之后 他在探索伊丽海时 抛却早先的思路 以面对全新世界 探索起源的方式的进行 尤其是 他盯着道之载体 金色植物 深入研究 渐渐地 他仿佛看到一片嫩芽 从荒芜之地破土而出 那是 有形的道 他处在最初的萌芽阶段 给人无限遐想 但是很可惜 他早已停止生长 在这片永恒不变的时空中 他竟止在嫩芽阶段 是未成型的除道 最初的道虽小 但却是无价宝藏 王轩锁定前方 看着朦胧光雾中的道之嫩芽 他自行推演 畅想 完善 他不知道 金色汪洋中孕育的道 原本会怎样演化 他能窥探到最初 一粒饱满的道芽就足够了 这像是最原始时期的一点灵光 给予他很多启发 王轩沉静当中 在这里揣摩 他不知道岁月流逝了多久 天地时空 万物因果命运等 都像是对他失去了意义 当他兴起时 小船上的茶杯中被自动倒满清茶 这种景象 具现的其实是他真实的悟道状态 他前引一口 似醍醐灌顶 在这里撤悟 整个元神都发出宏大的道明声 不是茶成全了他 而是他在顿悟 表现为饮茶 超然 超脱 这才是本质 过去了多久 当王轩起身 放下茶杯 舒展金捕时 已不知精细是何年 但外面的肉身没有异常 不曾示警 他便懒得去计较了 我的道行增长了 他确定 自身的修为有所提升 尤其是对道的领悟 换了一个视角 和过去的认知不同了 他从迷雾中走出 离开金色汪洋 赶向下一地 王轩来到一片漆黑如墨汁的海面上 在这里寻觅 搜索 想找到和金色植物相仿的道之载体 身为大能 他确实有无限手段 可探索一片伊丽海的秘密 最终 他发现了 就在海底深处有状况 当他以因果命运陷吊上来时 不经醋眉 这是一株黑色的植物 早已枯萎 触在半腐朽中 没有生机 结着一朵半凋谢的小花 不要说结出道果 连他自身都死掉了 王轩面色严肃 这里比金色汪洋的环境恶劣 最初的道还未演化成形 就已经消亡 同时 他心中更没底了 入目所见 汪洋重重 本质到底是什么 这里孕育的道死掉了 黑色伊丽海中 虽然神话物质浓郁 但是没有发展出来 圆满的大道 他走向下一片伊丽海 长时间探索后 再次发现死去的除道 其载体是一株青莲 腐烂于海中 王轩心头沉重 这些密海 越是盯着越发毛 他实在有些猜测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演化 连着越过三十六种海 看到三十五种 道之载体死去后 王轩再次看到活物 一株形似枣树的植物 从叶片到树干 通体皆银白 且缭绕着雪白光束 同样的 他也结有十五枚果实 拇指长的银色枣子 发出诱人的果香 王轩看了又看 真想摘磕长长 但是惨痛的教训告诉他 不能乱吃东西 这是道的有形巨线体 他敢啃 等于在吃到 会被化掉 他拎着银色的枣树 在迷雾中的小船上 开始研究 巨线其本质 很久以后 他才看到朦胧的景物 一枚嫩牙在荒芜之地 破土而出 但是 看起来太模糊了 像是个招数层杀 参悟起来晦涩不明 是因为这种道过于暗淡 没有前景 还是我和他距离过远 没有看到本质性的东西 王轩皱眉 收获不大 当起身时 他突发奇想 会不会是因为没做死去吃一颗饮藻 因此和这猪植物缺少亲和力 想到这种可能 他就付猪行动了 摘下最大的一颗鲜藻 每位让他这位大能都显得有些陶醉 然后 他就体验到了 什么叫做死 不用怀疑 他又经历了一次开天之劫 最后被分解了 总算他足够强 权力领域六魄无比超纲 最危机关头他重聚原神之光 再显出来 摆脱化道之威 我刚才那样化道 也算是某种经络吗 朱海都想吸收我 分割为数百上千份 如他所料 吃了一颗银色果实后 当他再次参悟这片汪洋孕育的道时 看到了一片灿灿的嫩芽 很清晰 自到土中钻出 真的是最初的道 它停滞了 没有成形 不曾成长起来 我不知什么原因 但是 这种除道 它确实无比重要 王轩全神贯注的研究 去推演银芽的未来 受到了太多的启发 他再次感觉到 自身道行在提升 漆黑的深空镜头 重重腐朽的大雨 皱皆死气沉沉 两位真王在行走 进入一片龟真废墟中 开始挖掘 杨新京 道 五 你 竟然得到了这件真王武器 当年 属于一个了不得的生灵 他险些就打破传说 超越真王境 五很平淡 道可惜他死了 终究还是失败了 说着 他挖出那件真王武器 他已经将此地的 归真之力全部吸收掉了 在此瘟养了 不知道多少计 由此之强真王武器 你将如虎添翼 少有人可挡 杨眼热无比 最强者终究是要看自身 五回应 但他的双目中 也流动着莫名的光彩 自语道 真王都在复苏 我不得不被假执兵 防备起来 嗯 真王俱齐不会很远了 杨点头 王轩连着涉足近两百种亿厉害 早已超出他昔日所探索的范围 看到很多死去的载道之物 到现在为止 他仅发现五猪活着的道之载体 每一次 他都是先享用一颗道之果实 而后再去承受痛苦 借此进道 获得特殊的亲和力 他在研究最初的道之萌芽 前后五种道芽 让他收获巨大 无限接近真王领域 已称得上市准王 就要破关了 继续